一千七十个钟 我都是早上五天开始 看了十二天 五天 天天如此 从一六十余年 即使八十岁高龄 已经退休的他 仍然坚持每天凌晨五点 到达诊室 他不断总结摸索 专研中医理论和医学技术 研制出中医配方 许多骨科患者 仅花几十元便康复 五千 你花了几千块 我花了几千四天多了 十五万一 回复儿 没有 晚上七点 七点多 从甘老运过来 工作是十一点 我是好多年前就知道 只得成业生的这个技术 这个对别人的 这个医院态度很划算 1982年 老作家魏巍在天泉考察红军遗址 脚步不慎受伤骨折 陈怀炯凭手感 准确判断了伤情 并及时进行处理 当时医院桥业很差 我们的颗床设备 所有密码照片 凭我们中医生活的这个点查 复为治疗这个工具 凭手摸 真难说是三坏骨折 魏巍商誉出院 他对陈怀炯精湛的传统中医技术 惊叹不已 医者之大 在于泽惠藏生 在大先生的坚持下 医院五毛钱的挂号费 坚持了28年 直到建立信息系统后 文诊挂号费 才上调至医院 在行医救人的几十年里 大先生将祖传秘方 与现代医学新知识相结合 坚持用减 便 连 燕的中医特色 为群众服务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希望能够不但我们的治愈 希望我们的后来 能够继承我们这种威民 为老百姓治平这种风气 你老百姓你得给需要为主 为老百姓服务 管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 医德 医风 医道 修医德 行仁术 怀旧苦之心 做苍生大医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